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姨 我們今天在 好旁邊就是魚缸 我們今天在澳門超市買了 今天我們要吃的宵夜 順便幫大家評比一下 這些東西來澳門 有沒有值得必須買 我這邊個人最推的東西就是 這兩個東西 不要在產品裡面喝 你去超市買一個這個再這個 我個人是覺得牛奶7比3 好那接下來我們的泡麵呢 先等一下再吃 那我們這邊就一個一個 零食開給大家看 好 首先是這一個 醬燒豬排骨味的蒸蒸薯片 成了一點你就可以看那個 本集最精采 哇 大家聞起來跟那個 樂士的燙烤豬排也蠻像的 嗯 那這包大概要30塊 我沒記錯的話 港幣 台幣 30塊港幣 嗯 好甜 它越吃越有味 這個很重口味我喜歡 這超級重口味 它不是那種燙烤豬熱排 我覺得它已經是 豬肋排已經烤到很焦的那種 醬汁已經 怎麼了啦 我吃了啊 它打不開 啊 它今天有練手啦 它今天手比較美麗 這台結不錯吧 所以搭的很堅固 再給我吃幾片 我還是要認真評價這樣 而且我剛剛只吃一片 我就整個覺得 好像吃了一整包的調味粉 對 蠻重的 我覺得這個 打碎拿去炸豬 還有雞排應該挺香的 對 而且不用再額外調味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 很鹹的 蚵仔丁的味道 喔有耶 你這樣說有 你要給他一個評分 我覺得2.5分 我不會不會都不喜歡 3.5 我應該是 不會滿 好好吃 對的 第二個餅乾是這個 花椒辣子雞 哇這個感覺很好吃 然後 這包我北極說是80塊 嗯 可以拿去直接炒菜 欸 很香耶 超 而且還滿完整的 哇 很辣嗎 好好吃 它很香 它好像在吃火鍋底料 吃到後面很辣 我太晚聽到了 它有麻 有香 有椒 很像在吃 青花椒 對很像青花椒 它就是走川味風格的那個 我覺得這個滿好吃的 喜歡吃辣的人 應該會挺愛的 但它又沒有辣到很大膽 我個人覺得 3.5 我會回憶 我覺得3分 我辣的不平分 我不喜歡吃辣 好我們接下來第三項 這個超市上 到處都是的口味 所以我拿了一個 大家最常見的 熱吃 雙露 這包40塊 泰幣 喔 很鬆嗎 喔 好鬆喔 鬆到有點快害怕 因為它就是 只有 松露味 哇 unbelievable 它因為 我那些是甜的味 然後再來才開始變鹹 而且我覺得它的風格也是越吃越鹹型 然後它這個東西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是 它的尾韻是 塑膠味 這臭的 越吃越臭 每一手都不想貼 這個很像是你今天在加油軟體 看到那個爆炸是 得超級大勝美 一看到 所以這個是又鹹又沒有很好吃 然後後面有塑膠味 0分別買 省下你的錢 好接下來呢我們要吃的是這個 康師傅 香菇燉雞胃 就是阿Q筒麵 真的好像喔 它白胡椒味超重 7.5塊 這你會臭到很近才會有這個 還顯得跟阿Q筒麵差不多 然後又用那35塊 突然定格欸 那我還要吃嗎 不行 是什麼 但是它有香菇梗欸 你有注意到嗎 我想吃也沒種 台灣的POW麵市場是非常的殘酷的 它根本不是什麼香菇燉雞胃 它是白胡椒麵 我要喝一口湯 白胡椒 我覺得它的雞胃是有點像我們那種 康寶雞湯塊的那個 就是一大鍋 然後你丟一小塊 然後再加一些鹽巴跟胡椒 最終會變成這個味道 我跟你們講 它的不好吃程度在哪裡 它比雙翔泡還滿好吃 突然覺得雙翔泡滿好的 對 下一個 我們來吃這個 焦糖性的POW麵香 這應該不會錯了吧 我們現在吃到好吃的 只有那個花椒辣子雞 有 有焦糖味 遠遠的 這應該挺吃辣的 我覺得就是一個可預期的味道 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它的那個表面沒有到很脆 比起焦糖 我覺得它更像有菜肥糖 嗯嗯 就是它的那個 就有點牛奶糖的感覺 對對對 它是牛奶糖的那種感覺 這個可能是最甜到一分 不會再買 因為它那韋韋是甜到不舒服的 有點化學甜的味道 那我們還要繼續吃這個 焦糖芝士 先對它的期待低一點 它也很難吃啦 裡面吃起來肯定是臭酸奶 為什麼我三顆不一樣口味的感覺 它是聰酸 還是它是縱合啊 對啊 它是縱合 它是焦糖跟芝士 所以它的焦糖就是剛剛的焦糖 妳看嗎 這一包的焦糖比較難吃 第一分 是超難吃 它潤掉直接 直接在裡面先 它潤掉就算了 我都想潤 所以它的焦糖就不好吃耶 被芝士 影響了 超級難吃喔 下一個是這個 蜂蜜牛油味 是日本的廠商做的嗎 而且它為什麼空氣已經消失了 它單位也潤了吧 這包我沒記錯也是大概六十幾塊 它從日本進入過來 相對是好吃的 但是它的 還是有一個化學感 但是是好吃的 可是它一開始吃下去 會有點像是塑膠片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 還是有一點狠的味道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達到我們的 零食標準 這個好像越吃越不刷 大部分的薯片都是你越吃 就是它一下子就會失光 但是目前我們吃到的這幾個 都沒有辦法說 一路吃到我 第一個我吃光 我會吃超重錢的第一包可以 我先告訴大家 我本來是一個 蠻飢餓的人 我一直很期待吃這些東西 結果越吃越難過 它整個都不餓了 最後一個 零食 拜託 這個再做不好 真的是要氣死 四省婆的珍珠奶茶味雪花酥糕點 雪花酥算是在 澳門香港比較常見的點心類 感覺不錯喔 捏起來軟軟的 但這包好像是一百多塊 真的還會超級七八重 欸珍珠好吃 它珍珠也是麻糬 就是你有吃過那個黑糖珍珠冰棒 裡面的珍珠是類似麻糬的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也是 而且它的珍珠奶茶的 奶茶是那種奶精奶茶 早餐點奶茶超讚 是很道地的奶茶味 這東西呢我可以給到 3分 不錯吃 好吃 最後呢 我們把出門前一滴的 這個麵給吃一吃 首先我們先吃這個 黑蒜油豬骨湯味 我快吃日清 康師傅做得不錯 下次不錯 哈哈哈 那湯 就是那種很濃厚的豐骨味 帶一點那個蒜的那個香氣 然後我們的調味 因為油呢都是加半包而已 哇你都很怕燙 他們早就熟 像它怎樣 我裡面早就熟 我嘴巴裡面是黑白血是不是 還可以吃到一些別的味道 好好吃喔 我喜歡它那個麵QQ彈彈的 很好吃耶 挫掉一口之後呢 再加一點 這樣子 一杯好喝的 感冰心來 就完成了 很好吃 看它好吃的那口味 以它好吃程度 我會給它4分吧 但是因為它有點貴 以它好吃程度 我覺得你來真的要吃 這個我給它4.2 謝謝 很好吃 那些人雞肉都爛掉了是不是 我會回一個喔 我也會 但是我記得這個沒有很便宜 看一下它都是 看一下 1.8 一樣 算是1.2 還行啊 那一顆的價格啊 還行啊 好 我們吃它這個麻油味 哇它料很多 它肉很多 喝什麼 看著看 我以為是辣麻油 沒有 我以為超愛麻油 它原來是麻油的雞 超好吃 什麼啊 噢 看著吃啊 超級好吃 它吃下去會有一個 麻油雞麵的口感 但是它的麻油 會沒有撞到你吞咽不下去 你看它這個麻油是 點到為止 剛剛好 吃下去呢 軟到你的心皮 尤其在喝湯的時候呢 你會喝到麻油的清香 這個麵會把整個麻油的香味 鎖在那個麵裡 是超級好吃 但我還是比較喜歡黑蒜 因為我覺得麻油吃到有點鹹 但我覺得黑蒜 因為它那個豬骨湯有那個 濃郁的油脂感 油脂感會把那個鹹度降低 所以我覺得那個鹹度吃起來比較難 真的兩杯都好好吃 對 兩杯都好吃 我覺得就是 真的要分出高效的話 就是看心情 今天心情不一樣 我就會想吃不一樣的口味 我們這個麻油味呢 我給它4.5分 我絕對會回購 我給3.5分 那我聽說那個 之前看稿生嘛 說他們那個戴妝吧 跟這個杯妝的風味 吃起來好像有差 一定的 因為它包材就會滲出一點 包材的味道 就跟那個礦泉水 有礦泉水瓶的味道一樣 嗯 那總之那這就是我們今天在 澳門門買的 各式各樣的泡麵零食 但是超市嗎 就那種24小時 因為我們來這邊有發現 他們的杯商店其實都很少 然後又很小尖 那我便利商店都蠻小尖的 就是你如果要在便利商店買 便利商店每次來開箱的話 其實蠻少種 辦不到 所以還是去那種 它那24小時的超市 價格也比較便宜 而且可以直接喝到這個我最少的東西 欸他們跟一樣的店就有價差 嗯 光是Seven跟OK就會有價差 而且價差還挺大的 對啊 而且我們離那間店大概只有15公尺 就是走個幾步 你就可以少不愉快的概念 總之呢 這就是我們這次澳門的 這算什麼 單吃臨時大集 呵呵呵 總之呢就是這樣 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要幫我按個喜歡 那記得去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也要先請 coined 今天怎麼樣 還有一個超級 cer電的 三篩 你的 effet op 呃